是可以直接吹加拿大 超級輕的 好像一隻雞蛋那麼大 多角度調節 可以掛到頸 可以調教到長度 續航是可以用到五個半小時 掛在腰上 做了一個腰線 現在天氣真的很熱 我想每個人出家 怎樣都要帶給一個小風扇 但是風扇有這麼多種類 我們應該要選哪一種好呢? 我自己就會選一些 輕身一點 還有多用途一點的風扇 這個是超級輕的 體積 好像一隻雞蛋那麼大 你看到風扇是向上 它可以多角度調節 可以這樣 可以正面吹 也可以打側吹 打側吹 我自己會放在桌上 這樣就可以吹 它可以坐桌 另外它也可以掛到頸 這個位置可以隨時拆 掛頸的繩 也可以調教到長度 如果你想近一點自己 你可以調教短一點 可以掛在頸上 如果想再近一點 因為頸部是最容易出汗 最熱的 可以調教短一點 就可以吹到自己的近頸部 我自己都發現了它多一個功能 它這麼短的時候 有時候真的 加拿大很容易出汗 所以我自己就想到一個辦法 可以直接吹 吹加拿大 都挺涼 是剛剛對正的 因為它可以向上 另外它都有四個顏色選擇 好像是白色 粉紅色 黑色和綠色 它更漂亮的是什麼 它不是整個都是白色 它是吹風位 它是配了黑色面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比較漂亮的買點 而且它也是用USB充電 充半電可以持續 有一個腰線 什麼叫腰線 你就可以把它夾在腰上 然後它就可以 你不需要用手拿著 它就可以幫你 我示範一下 掛在腰上 它就可以做到一個腰線 你就可以背部和前面的位置 都可以量度 希望大家喜歡這件產品 下次見 拜拜